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好輪胎的一些大致的一個結構的介紹 那主要它也是分面朝外跟面朝內 那在整個外側來講的話 它是沒有連續切割的 所以說它整個轉彎的負荷呢 也比較能分散它的壓力 那在內側來講它是完全切割開來 那基本上在排水性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下來是內二側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這胎塊雖然是比較窄一點 但是它的強度會 胎性的剛性會比較強 而且它有做這種雙切割 扭轉切割 而且它跟它的這個距離是有一點 一公里的位移 所以說它在音頻的一個發聲上 它不會再集中在同一點 就是讓它噪音不會那麼刺耳 那其他的這個也是 像這個也是有點倒角 抑制它的一個偏模號 而且在它的胎邊呢 也是有經過重新的一個設計 在整個緩證上面來講 減證上面來講 都有長組的不同 那因為主要他們在針對這方面的設計 主要是針對噪音源的來源 那主要還是有分兩大部分 那在整個在道路的設 就路面的聲音其實佔的比較多 那它佔的差不多百分之 差不多八十的一個音源來源 因為它會透過我們輪胎還有鋼圈 然後懸吊系統 然後進入到車體 然後它有一個震動 還有我們車廂裡面的一個共鳴 然後產生了一個路面噪音 它其實還是噪音的主要來源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 那個我們的胎面的一個噪音 那胎面噪音就是可以利用這個輪胎的勾 那個花紋的整個設計 還有一些功能性的一個配置 可以讓它整個噪音值也可以讓它降低 在我們在測試來講的話 跟551的一個對比 我們的道路噪音會比以前會低減了百分之三十 在花紋噪音上面來講低減了百分之二十 所以說雖然我們歷經了九年的一個間隔的時間 那但是也有長足的進步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整個胎膠的一個 混練技術也是一個全新的 它是用比較低溫的 而且就是在混練技術上面也有做調整 可以讓它的一個裡面的一個橡膠的分子 還有一些各材料之間呢 能混練的更均勻 所以可以讓它的一個橡膠的一個性能 可以得以更完全的發揮 讓它的一個分佈性會更好 我們現在從15吋到21吋的一個規格都有 大概預計有大概40到45的一個規格 可以供應這個我們目前所市面上的一個車種 那另外我們的車種呢 基本上還是針對於這些重型的大車 像雙臂 或者算是我們的一些比較需要靜音性的一些車主 那因為有的人對這個聲音的敏感度呢 它會比較敏感 那也針對這方面的一個靜音 這種客戶的一個訴求 來做一個開發這樣子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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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 screaming 你也是看清估 resources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我知道 看一下 見聞 полез